最后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实践性的问题 教会中的知识分子做事很自信 往往也是教会事工重要的力量 生命蜕变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教会属灵前辈如何接纳他们呢 非常实际 中国教会正在面临着这样的转型时期 以前从普遍的没文化 老年人农村渐渐的开始城市 然后渐渐的开始越多的年轻人 知识分子高学历的人 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进入教会 那么这些人当中也有被圣灵感动 有热心爱主愿意服侍的 那么新老工人 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和睦关系处理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首先要忍耐 这是必然经过的好的事情 有青黄不接的这个时代 有青和黄可以接的时代 对不对 有青有黄这是好事 老一代人和新一代人 所以这个过程当然会有问题 有矛盾 有张力 需要忍耐 大家都养过孩子 我是没有养过孩子 那个恩典我经历不到 但是按照常识我可以看到 可以稍微理解 用同理心体会一点 那孩子养来养去 小的时候很可爱 十来岁十三四岁开始进入青春期的时候 这个父母都脑袋疼 问牧师啊怎么办呢 哎呀牧师也没养过孩子 有一些话真的不好说 但是还是按照一些常识 牧师装备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圣经的原理去提供一些超经验的指引 那你说你没结过婚 你怎么讲婚姻 保罗也据说没结过婚 那难道他讲的婚姻道理就不可信吗 那个是超验的知识 来自属天的智慧 洞察力的知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一些 这个不懂装懂 所谓的不懂是我们自己也没经历过那样的事情 就是姐妹 姐妹们经历的一些特殊情况 一些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一些情况 我们弟兄怎么没经历过 难道就不能帮忙吗 有些是从常识一些方面提供一些 这个鼓励啊或者安慰啊 对不对 所以忍耐是必须的 这个过程需要忍耐 别急 第二关爱 有新生代起来 生命很有朝气 很有活力的 关爱他们 疼爱他们 珍惜他们 行虚渐进的指导 给他们实践 成长需要过程 有知识的人 当然有一些这个没有用的 虚伏的自信 骄傲嘛 但是谁也不是一下子就谦卑的 我们以前没文化的时候也很骄傲 认识了上帝 上帝不断的光照打磨我们 我们才学习的谦卑 对不对 没文化的人尚起骄傲呢 你们有知识的人 啥也没有 这不是也是骄傲吗 没文化尚起还瞧不起 有文化的人 有文化的人 骄傲一点 也是正常的 所以给他们机会 循序渐进的去指导 老一辈人经历很多 积累的一些 属灵的资产很多 如何恰当的去跟新一代人沟通 让他们从我们的服饰当中获益 但是又不要太总凭我们的经验 凭我们的 我们那个时候如何如何 我们活在那个化石时代 现在是什么时代 处境变了 想法变了 观念变了 所以我们不能老拿我们的观念 我们那个时候传到没有工资 这个我们自己借钱到处去跑 把媳妇撇在家里面 半年半年不在家 收地的时候 也媳妇自己收地 然后弟兄姐妹热心 帮忙收地 然后结果离婚的也多 以前是媳妇有信仰 热心忍了 为了主的缘故 对不对 现在谁管那个 很多家庭教会传到人 面临婚姻的问题 为啥 还不管不顾的 是吧 你自己去蒙招行 你媳妇蒙招了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有使命的可以配合你 没使命的 觉得这个丈夫不行 受不了了 没法过了这个日子 对不对 欠了一屁股债 也不赚钱 天天去传道吗 心理上 心灵上 生活 现实当中 都面对家庭教会 很多同工 都离婚 这样的事情很多 为什么 那个时代的时候可以 现在不行了 现在经济压力也大了 问题也多了 所以家庭不能这么 什么撇下妻子 孩子 儿子 产业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心理上 价值观上 优先次序上 但是该照顾的 该智慧的 这个本分 也不能放弃 不懂得好好管理 自己家人 也能管理好教会 这个话一定要平衡来看 拿过来补充 我们那个认识上的 不足 所以那个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的 处境想法 信徒的光景 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现代人 我们那个时候 没受过什么神学教育 解经 现在年轻人 接受的这个教育也多 对圣经的理解 可能比我们更长 更深 更健康 然后现代学习的知识也多 我们理解的时候 以前理解问题的时候 就那么窄 现在年轻人理解问题 可能多方文 多层面的理解 比我们可能有进步 所以我们理解不了他们 我们那个时候 老拿我们那个时候去的话 就太老古板了 寻意渐进的知道 我们的好的 生命当中操练过来的 那些好的益处 谦卑地去指引他们 然后我们自己也要 尽深地学习 所以不能老是停留在历史上 我们曾经如何 一个人老了的那个 重要的一个标志 总是跨过去 我们曾经怎么 我们当年怎么 说明你已经老了 不是年龄老了 是你已经进入老年期了 思想灵魂已经老了 年轻的生命 是不断地学习 尽深 虽然我年龄老 但是现在时代不断变化 新生的事物 教会面临的新的条件 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为什么 刷的那个东西什么 为什么关心什么 要不断地为了 牧养教会 要不断地学习 了解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 格格不入 跟年轻人也没法沟通 想法也不一样 为什么 我总是活在 这个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 七十年代 老陈旭 已经秀掉的那个观念 怎么和年轻人沟通 所以了不起快 不能无法沟通 是因为我们总是 停留在历史的博物馆里面 有些东西是越久越值钱 有些东西越久 越有不好的味道 所以我们工人 要不断地学习 新兴的年轻人 他们关系什么 虽然不可能 完全跟上他们 现在甚至半年 就一个代沟 什么六个月一个代沟 不用说是四五年 十年 二十年 对不对 所以要尽可能理解他们 了解他们 然后避免消除更多的这个代沟 然后再也就是认清现实 我们早晚要这个被埋在土里的 教会不是一辈子靠我撑着的 我是开脱教会的 我是不错 那个时代被主使用的 清皇要交地的 以利沙和以利亚 摩西和约书亚 是不是 耶稣和门徒 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时代好好帅气的去尽好我们的本分 下场的也是帅帅的 大大方方的帅气的下场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就该交集的交界 这个意识要不要总是到死为止 我要坚守教会 教会就被你搞垮了 该下场就下场 所以做好准备 有合适的人我就缠让 我们已经老了 体力精力跟不上时代了 虽然我们如何如何 那个辈子 但现在需要新一代的工人起来 别成为教会发展的绊脚石 然后适当的委任 没有一个人 这个天生就教会的事情做得好 侍奉得好 我们也不是一开始教会没办法就那么起来了 然后忙也没学过什么 就起来站着讲道 后来渐渐的补充 是吧 然后谁是先学了幕会神学 然后才开始做了幕会的 教会行政就学好了 再来管理教会的 都是一面摸搬石头过河 然后这样跌爬摸爬滚打 这么过来的 教会蒙神的保守 没出什么大事 也不能说好 也不能说太不好 但是没出啥大事 就这么僵僵的这么过来了 但是教会不能继续这么管理了 一定要有知识 有见识 按着真知识去管理 所以适当的委任 让他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错 错的目的让他们成熟 错了以后 他自己也反省成长 然后让他做的时候 既感到老一辈的人 真的去鼓励他们 然后再也就是 他也不会感受到老一辈的人 要拦着我们 不让我们 好像起来 再也就是 骄傲嘛 让他做 骄傲的人 基本是理论家 真正在现场做酒的人 骄傲不起来 为什么 现实总是会让我们 把我们理想的观念给挫败 人 大学生 刚下学没有经验的人 为什么志气高啊 对未来充满了抱负 没有社会经验嘛 出生牛都不怕虎嘛 等在社会上 混个六个月 进到单位里面 工作两年 这个嗓门也变了 这个脖子也软下来了 就不像以前那么 愣头青一样 那么狂妄自大了 所以理想和现实 当我们学了正统的神学 会有知识 当他服侍别人的时候 他就能体会着 牧者的心肠了 服侍一个人不容易 他就谦卑下来了 开始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 迫切地在神面前祷告 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才能够保持谦卑地去成长 所以委任给他 适当委任 预想到可能会搞砸 但是就信任他们 需要过程 让他去做 然后放开胸怀和视野 放开胸怀 将来还是年轻人时代 我们毕竟倒计时了 这个土已经埋到 这个胸口这个地方了 哪一天主节我们走 还不一定的 趁着我们还有气 头脑还清醒 赶紧培养下一代 敞开胸怀让他们做 放开视野 现在时代在变 这个教会面临着挑战 那么大 年轻人应该起来 他们有活力 他们有学问 他们做事又好 可能在信仰成熟度 老恋上差 但是没有人一生下来 就老太隆重的那么成熟 对不对 都是磨练出来的 所以放开视野 让他们去做 当然要把握这个智慧 别因为这个 把握不住 这个出了事故 然后很重要的是 合作和配搭 认清 现在这个时代在变 我们自己已经发现到 这个新时代的挑战 有点适应不上来了 所以需要年轻的工人 和老工人配搭 有些问题就年轻人 顺手拈来 得心应手 在另个语言圈久了 自己的母语渐渐渐就弱了 得心应手 那么就让他们做 新来的年轻的信徒 年轻的夫妇怎么服事 我们老人去跟年轻服务 哇塞 对方也觉得不方便 让年轻同工去处理 是吧 重点是培训他们 给他们真知识 真见识 然后等等 配搭分工让他们做 配搭老年人做些什么 祷告的 周边的 推动的 等等 把握一些东西重要的 然后新同工 按照他们的才能和特征 让他们去做 他们擅长做的事情 我们做不了的事情 这样的话 渐渐的就开始交替 交会才成长 一代一代有传承 不然的话 这一代我们死了 教会就散了 历史上不是没有 所以这是中国教会 面临着非常重要的 一个挑战 所以作为我们 亲爱的同工 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说明你是爱神 关心教会的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要没有那种安全感 那种不安 好像我们老代人 就被拍到 这个汉 这个不是海滩上了 是被拍到 这个海岛山顶上了 完全被冷落忽视了 新的同工变成这个主角了 时代都这样 必然的 所以看到新的时代工人 起来的时候 有人起来接班 这个就是高兴 只是时间和过渡期的问题 好好处理这个过渡期 让新一代的工人 更成熟稳健的去 在教会里面 占据更多的位置去做 这样年轻人起来 教会会吸引更多年轻人 有一些教会 我看到都是老年人 为什么 讲道的人就是老年人 戴个眼镜 这个读 唱的歌也是一马拼穿 然后这个读经也是 那个像唱金剧那个调 然后讲道也是扯大 闹家常一样东扯西拉的 下面的人都睡了 然后这个老年人一睡 年轻人听几次就够了 因为觉得这个太荒谬 也得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就跑掉了 让去他们认为 适合他们的地方 所以面临这样的危机 怎么办 需要综合性的考虑 然后你也多祷告 你们通工多商量 制定大的方向 几年内怎么样去稳健的 去不同比例的 吸收新的工人进来 这样适当的配搭 避免过度的摩擦 造成不必要的那种 自尊心的伤害 然后使教会 能够渐渐的成长起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最大的荣耀是 我们后一代人 能够更好的 延续我们的角度去服侍 我们最大的荣耀 不是到死为止 这个教会就靠我维持 我一死教会就黄摊了 那个不是成功 失败了 最大的成功是 教会代代相传 我有一天离世了 背景接触天章 同工们照样管理教会 虽然有点心里面不舒服 但是这是你的成功 因为你已经建制成功了 这个不依赖某个人去决定 某个国家失败原因 不是下面人笨 而是某个国家 那个中央集权 所有的命令 都是由最高的 哪一个人发出 下面基层出现问题了 下面人都不是没有能力处理 是不敢处理 怕贪责 本来有些事情马上当场急救 打个电话打到上海 上海要跟市政府报 秘书要跟报 这个市长又在那洗桑拿 你洗桑拿又不好 让他去打扰他 就等他洗完出来 人都凉凉了 是吧 当场就救治 形成一种机制 让同工们自由的按照一定规则去做 所有的人都活了起来 我这个人可以撤了 但是这个机制在运行 我这个人不在了 但机制建立起来 同工们照样在处理问题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以前中国教会是家长制 一言堂 我说什么就什么 我指令直接分配 我死了以后 大家都懵了 因为从来没有人 坐过你的位置 如何去做领袖 如何去安排事工 他不知道 只是等着顺从了 突然有一天需要发令 他不适应 所以同工们如何建立起来 建制 然后新老工人配搭起来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好好祷告 也多学习求智慧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健康的 代代相传下去 当然话说回来 年轻的工人 也要谦卑嘛 尊重老年人嘛 老年人那个年代 那个时期付出那么多 虽然见识上 知识上 体力上不如我们 口才上不如我们 神学知识不如我们 但是他们真的那种舍己 爱主付出 我们是长十条腿 也不上 佩服他们 敬重他们 认定他们的长处短处 如何谦卑的 经常尊重他们 也照顾他们心理去 虽然自己可以处理 但是有的时候人就这样 也需要照顾他们的心理 尊重他们 咨询一下 然后老人的信任 你做吧 你自己决定吧 然后信任我该怎么做 这样都好 这不是虚伪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艺术 需要这种彼此谦让 恭敬 然后这样的话 不至于造成 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误会 然后就故意彼此为难 老人一看 这小子能了 不用我了 然后自己说 擅作主张了 然后故意就为了发威 给他个看看 然后整些事 就教会就开始乱了 所以老人爱年轻人 推动年轻人 年轻人也适当地去尊重老年人 理解任何他们 然后这样的话 健康地去成长 然后再次进行